大家好,欢迎来到麦的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哉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音乐类,在线音乐类的产品,他们的需求分析 我们还是从数据的角度来看 因为已经有速图研究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季度,移动音乐重度用户从职业分布来看 它的用户属性是,重度音乐爱好者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了学生群体和基层员工群体 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收入虽然比较低,但是有比较多的闲暇时间 有闲暇时间才有时间去听音乐 收入低也就意味着,那么这种听音乐比较低廉的娱乐生活方式 是他们主要选择的一种方式 那么下面就是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2015年QE,移动音乐重度用户的职业分布 最多的是学生,占据了40% 那么基层的一些员工占据了37% 两者加起来接近30% 当然,移动音乐还是IT从业者的最爱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的人都用的比较多 那么大家还从这个图里面 那么速图的这个研究移动院呢 也给我们提供一些数据来告诉我们 那么重度用户最关注的功能是什么呢 最关注的是音乐资源是否丰富 那么歌曲的音质是否好 那么这个两个的比例呢 分别占据了89.2%和77.1% 那么第三关注呢 是功能丰富 功能丰富呢 占了65.5% 这三项成为了重度用户 愿意花时间使用这款音乐APP的重要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丰富里面 包含了音乐社交和音乐推荐这些子功能 另外呢 用户对于这种使用习惯 还有界面的设计也是比较在意的 那么从这个图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重度用户用户最关注的五点 音乐资源是否丰富 音质是否好 功能是否丰富 是否符合用户的用户习惯 那么使用界面是否信任 那么最重要的三点 就是资源丰富 音质好 还有功能丰富 那么从百度指数上面 也可以看到用户的一些属性 我们还是拿今天选取这三款酷狗 QQ 还有网易音乐 这三款音乐 他们的用户属性 从百度指数上也能看得出来 那么酷狗上 那么大部分用户呢 是集中在了29岁 到39岁之间 也就是20到39之间 那么这两个年龄段 这两个年龄段 是使用酷狗音乐 最多的用户 最多的用户 而且呢 这两个阶段的用户 也是年度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注意看一下 注意看一下 就是在酷狗音乐 这两个年龄段 相差并不那么大 当然20到29岁的人居多 居多 但这两个年龄段呢 相差的数量并不大 那么从性别上 大家可以看到 男士呢 占据了约70% 女性呢 占据了30%多 他是这个 七三开 那么我们再从 百度指数上看一看 QQ音乐 用户的属性 那么他们的年龄层次 年龄层次 相对来说呢 和酷狗相比有些区别 虽然说 同样也是29 30到39 这两个年龄段 他的用户数量最多 但是QQ音乐 30到39的用户最多 我们来看酷狗 酷狗是20到29的人 比较多 从这里能看出来 QQ音乐 他可能覆盖的年龄层次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会稍微的老一些 稍微的老一些 那么 那么2030到39的人 占据了绝大多数 也就意味着 对于这种高年龄层的用户 那么QQ音乐的覆盖量 要大于酷狗音乐 当然 从男女比例来看 男性用户 远远大于女性用户 酷狗那边是七三开 而我们看 在QQ音乐上 已经到了82开 男性占了83% 女性只占17% 我们再来看一看 王云乐 王云乐 从百度指上 也能看得出来 最多的使用人群 还是20到29 30到39 这两个零零段 但是有点区别的就是 王云乐的用户 更加的年轻 他主要集中在 20到29之间 而且和30到39之间的差距 相对来说比较大 接近一倍 也就是说 王云乐是真正 最年轻的一款产品 他新出来的 也是最吸引年轻用户的 一款产品 那么从男女比例来看看 比QQ音乐还要大 接近91开 那么男性用户呢 占据了92% 而女性用户只占8% 也就意味着 男性用户和年轻人 比较喜欢接受新鲜事物 对于这种新型的 这种音乐类型的APP呢 是比较喜欢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用户需求 那么我们把用户需求呢 还是分基本需求 期望型需求 还有兴奋型需求 那么从基本性需求来看 比较重点的 有两类需求 第一个就是在室外 数据流量的情况下呢 用户还是比较喜欢听 已经下载到手机里面的歌曲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流量的耗费 这种场景比较 大多出现在乘车 散步和运动当中 那么如果用户在WiFi环境下 不受网络流量控制的前提下 那么用户呢 比较喜欢在线收听音乐 下载音乐 观看视频 主要是MV 还有查找自己喜欢喜爱的歌曲 那么这就是基本性的需求 我们来再来看看 期望性的需求 期望性的需求呢 主要是用户可以在APP里面 直接找到歌曲伴奏 可以录制自己的歌曲 类似于常伴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可以通过大数据等智能的算法 可以为用户推荐自己喜欢的歌 也就是智能推荐 那么第三个期望性需求 就是希望具有电台的功能 可以让听音乐的过程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那么兴奋型的需求呢 主要是提供社交平台 用户呢 可以通过这个社交平台去 找到和自己音乐 口味 爱好 相同的一类人群 拓展自己的社交网络 多芒 词